谢谢啊,我是金章,这个张金鹏律师,我是这个家中地产投资总商会的会长,今天接到通知来参加这个花联总会的讨论啊,那首先呢,我们商会对 花联总会的活动表示支持,我们非常愿意大力支持花联总会的活动,同时呢,我们也感谢花联总会过去对我们商会的支持合作和各兄弟商会对我们各个兄弟组织对我们的,对我们商会的这个支持帮助啊,今天的主题我没太弄清楚, 那我接到通知上是写,华人社区犯罪活动近期比较频繁,那这个,然后我们来讨论一下啊,那我,第一个呢, 我可能有一些想法啊,可能跟大家刚才讨论的不全一致 我来加拿大呢,二十多年了,然后一直做律师,做了二十多年律师 之前呢,我在美国,所以呢,我也是美国的执照律师,然后在很早在中国,所以我对,我相对来说,更更倾向于我是本地的华人,加拿大风格啊,因为我对加拿大系统相对来说我比较了解 第一个,华人社区这个概念,如果用在犯罪上,这个有点不好讨论,什么是华人社区? 华人社区呢,如果按地域概念,应该不存在,因为我过去在Forest Hill,森林山居住,那我当时旁边也有,是香港和台湾的这个邻居 那也有这个犹太人的邻居,都有,然后后面又搬了一个大陆背景的邻居 那时候呢,我们家也被这个砸门,就是说入室抢劫 那当下了,屋里没人,然后八点钟报案,因为警报器起来了,然后我们过去 早晨四点警察来了,对吧,因为他先打电话 这个,我们说,他问人在里头没有,人没在里头 所以他一直八个小时之后人才来 那之后呢,我在这个,又搬到Lawrence Park 这个,去居住 按说这社区,在本地社区,那我的邻居后来也搬了一个华人 然后被接对面也是华人 所以这是不是也是华人社区 而且呢,我选的房子非常的好 我是路冲的 因为他路冲最安全 我是本地的概念 因为我在交叉路口上 上面都可以看见我 我就对着路 所以呢,我们邻居有两家 也是被这个入室抢劫 但我从来没有事 因为我是路冲 OK 那这个呢,我只是说 那我们说这个 Risman Hill啊,Maham等等的这些地方 华人居住的人比较多 那我们可能说 这些是不是 因为最近我听到很多抱怨说 像这个Villowdale 就是Northy Oak 犯罪的特别多 所以我觉得呢,第一个概念 这个,如果我们提针对区域性的 我们没有法律基础 本身按区域性 说按照人是谁来分区域 本身就是按种族来分区域 我们提不出去 所以呢,我们如果要能提出去 我们肯定是按人 是不是华人社区 而是社区华人 如果他针对华人 那我们才有基础 说,因为他是针对华人 不对别人 那所以呢,我们华人社区 有义务,有必要来发声 但是如果是针对所有的人 那我们的发声 和平时社会天天的 所有人都在发声 还有什么区别 所以呢,还有一个 我们发声的基础是什么 我们的立足点,我们是谁 那我们如果是一个市民 我们怎么发声都可以 但是如果我们说 作为一个社区代表 那肯定是针对我们这类人 因为他对我们有歧视 或者就针对我们来的 所以我们这些人 有必要来发声 所以第一个可能是针对人 那第二个呢 这个犯罪 什么样的犯罪 因为这些刑事犯罪 你在哪个社区都有 你针对这个犯罪 你很难提 但是你要如果说 是针对人权性的犯罪 就是歧视我们华人 那我们华人说 我们有权来说 有针对性的提 但是如果说针对这个 社区的这些刑事犯罪 什么这个入门盗窃啊 这个抢劫等等的 那这些是一个社会现象 这个现象呢 我们怎么发声 我们只能做 我们能做的 但是我们并不表现 我们没办法表现出 我们特殊的东西 那第三个 刚才很多人做的比较 就是说我们这个社区 在我们刚来加拿大的时候 我来加拿大也二十多年了 我们第一次说已经二十三年了 那我一直是职业的啊 那说过去犯罪少 现在犯罪多 这是个问题 我的看法 可能跟很多人不一样 加拿大一年的 我们不就是说 大多伦多地区 能就是我们身边的 一年的形式 我们假设说杀人 一年总共有多少个 一百多个 这个就算再多一点 有的没统计上 二百个 三百个 那至于这么多人口 这种犯罪现象 严重不严重 我觉得一点也不严重 这个呢 是加拿大 怎么说呢 我们只不过之前 我们没在那个社区的 范围内生活 因为我是到北美之后 我是从最基本的社区 来开始生活的 所以我周围刚开始 我居住的社区 到处都是犯罪 我在美国的时候 我在芝加哥南部也住过 所以这个周末 我们只死了七个人 只死了七个人 对吧 但是我也是 到北美来的 我也是到北美来 追求梦想来的 所以呢 我也不应 并不是来追求安全的 我知道它不安全 所以呢 就是说 那个地方不安全 但是不等于整个社会不安全 所以呢 我的看法呢 我觉得第一个 加拿的现在的安全状况 不错 这是我的看法啊 所以加拿的刑事律师 基本上没有活做 除了做一些什么 什么保释啊 什么等等的 你说做这个凶杀案件的辩护律师 全都没活干 根本就没有多少 因为你案件少 你活少 而且这些律师都分布在哪 都分布在这个 或者法庭禁 或者离犯罪区禁 所以都在Finch 什么一千号之类的地方 因为那个地方 它假设在我们这个区 刑事律师 他没有活干 你得在那个犯罪的区 所以呢 这个第二个呢 加拿大有一个 很完整的一个安全系统 或者是社会运作系统 刚才说政府 所以呢 我们不存在一个 笼统的政府概念 那加拿大的政府 你是立法系统的政府 是立法政 是立法系统 因为刚才说 对这些犯罪 应该严格打击 这是司法系统 司法系统是联邦议会 来 因为刑事法典 是由联邦议会 才有权来定 省长 那个Dogford也到处说 应该对那些 罪犯进行阳格的 就是说 关进去之后 不应该马上放出来 省长他也没办法 因为他没有立法权 那接着呢 他就是 那司法 那就是法庭 那你说法庭 这个执法系统 但是他有个问题 他你的法律 他是按法律来判的 判错了 我法庭 算法庭独职 那接着呢 就是行政系统 所以我们说政府 政府是指行政系统 那政府谁管治安 政府管治安 实际上是市政府 联邦政府不管治安 警察都是市政府在管 那省政府是管 高速公路上的 所以我们实际上是 如果我们说 我们想说出去 我们想做什么 我们得针对这个系统 来说来做 否则的话 我觉得我们 就是说 在报纸上蹬出去 我们可以蹬出去 挺好 但是起多大作用 所以我觉得 而且呢 加拿大在强调 这方面的时候 要非常小心一个 就是民权和对犯罪的惩治 他俩是直接矛盾的 民权越多 犯罪越多 民权越少 犯罪越少 这是一个社会机制 但是加拿大更强调民权 你宁可仍有这种自由的权利 然后也宁可犯罪多 但而不是说 限制民权 限制这个 然后呢 导致犯罪少 这样的话呢 整个的社区 或者说是 社会对我们的看法 将对我们 是一个消极的看法 就是说我们所发出的 他认为我们是一个政治活动 而不是一个 就是我们的 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活动是一个 我们属于我们关心社区 还是我们关心加拿大的成长 还是我们在某一方面进行政治的诉求 这方面要非常小心 因为你对民权上面要想进行限制 就涉及到政治 所以这方面呢 我觉得我们华人社区要非常非常小心 所以呢 我的看法是第一个 如果我们发音应该冲着 是对我们社区华人 而不是对社区 对华人 那这样的话 我们才有立足点来发音 第二个呢 这个怎么用好加拿大现在的系统 按照这个系统来合适的 说我们能做什么 那如果不按照这个系统 我们实际上 这个效果可能是达不到 第三个呢 要小心一点我们发声的时候 我给你举这个例子 刚才说提移民 这个移民是一个政治的东西 还是一个我们发音 我就说这方面要非常非常小心 那按照正常来说 加拿大最新公布的 已经对移民采取政策了 那这个时候 我们提的时候 是针对某个主义来提 还是我们针对一个 就是犯罪现象太多了 社会机制 某个机制 假设是立法机制不完整 那我们是通过联邦议员来提 如果是社区不安全 警察的问题 我们是通过市政府的议员来提 它俩是分工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怎么 这方面呢 我的提议 因为我非常非常感谢 华联总会对我们商会的特殊支持 所以我很少参加这种活动 所以我今天特意过来 就是说 我非常支持我们的活动 然后我发表一点 我对这方面的理解 可能我理解不正确 还有一个非常小心一下 我的想法 刚才说出现这些刑事案件 因为我们家没有电视 我不怎么听 所以我每天都是听新闻 因为都是英文 我听中文 都是大家传来传去的 那这方面呢 就像前一段有的刑事案件 刑事案件 你看在警察发布的时候 他首先强调一个是 针对性的还是犯犯的 如果是针对性的 那是不是 就像警察对于 那个我们多伦多 出现刑事案件最多的区 大家都知道哪个区 那当他说这个事情 是有针对性的 对社区 对社会 大家都不用关心 就是说 你大家别人没有风险 它是针对性的 还是说 针对整个社区 说我对这个社区 来采取这种行动 那我们刚才说的这些人 就是我们这些 这个受难的 这个我们相亲也好 等等的 它是针对性的 还 那针对性的 因为它涉及到 个人恩怨啊 个人是不是 我的行为 因为刚才那个 我们那个会长提的挺好 其中另外一个措施 就是要加强我们自身的 华人社区的人的 自身的安全意识教育 那自身做的对 那自身做的正派 自身合法 自身做的事光明正大 那我们本身也不会招惹 这种互相之间 假设有仇杀 或等等之类的 所以呢 如果要针对仇杀发音 那我们可能起的作用 是positive还是negative 是正的还是负的 就不好说 但是呢 所以呢 我觉得我们在发音的时候 还要考虑一下 如果提哪一个案件 提哪个事情 一定是针对我们社会性的 而不是针对个人来的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发音才有响应 能引起大家的响应 然后呢 同时能起到我们发音的效果 那我就说这些 谢谢